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财政部长林冠英有信心 在西蒙政府的执政下 我国的经济将会越来越好 柔博医院的餐厅被爆出 有老鼠触目 被下令关闭两个星期 只有餐厅的会生状况符合标准后 才可以重开 内阁是否在新年之后进行改组 经济事务部长阿斯敏 又是否会被委认为副首相取代 湾阿西萨 对于这种种的谣言 首相敦马哈利尔今天回应的时候 做出郑重否认 并且强调一切有关内阁重组的消息 都是假新闻 马哈利尔是在出席 由财政部长林冠英 以及大马全国总商会 联办的吉亥年新春大团败后 在离开的时候被媒体违访 如此回应 期间由于现场的空间拥挤 加上各家媒体拥挤一挤 违访马哈利尔 因此使得当时的情况 一度陷入混乱 日前 有部落客撰文写道 指马哈利尔可能在农历新年后 改组内阁 并且委任经济事务部长 达多斯利·阿斯米安利 为副首相 而现任副首相达多斯利·瓦纳基萨 昨天在出席新春团败活动的时候 也回应媒体的相关提问 指没有听闻过内阁改组的消息 财政部长林冠英和马来西亚 全国总商会联合举办的 几亥年新春大团败 今天隆重举行 西蒙政府一众内阁政府部长 和工商界人士都纷纷出席 林冠英希望国人可以团结一致 搞好经济 并且有信心 大马可以重振亚洲之虎的地位 今天大年初二 林冠英和大马全国总商会 在吉隆坡中总大厦联合举办 几亥年新春大团败 早上十点半左右 这场大团败的主嘉宾 首相马里尔和夫人敦西蒂哈斯玛 抵达中总大厦 并受到在场人士的热烈欢迎 许多人都要求握手和拍照 首相夫人都一一答应和配合 表现十分亲民 除了工商界的人士 受邀出席以外 许多政府部长 以及政治领袖也纷纷出席 包括副首相达多斯利·万拉基扎 公正党主席达多斯利·安瓦 罗伯州伊斯坎达公主城 国会议员林吉祥 原产业部长郭素庆 能源、科学、科技、气候变化 与环境部长杨美盈 国防部副部长刘正东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 副部长杨巧双 联邦直下区部长凯利·桑曼 卫生部长达多斯利·杜吉利 而中国驻马大使白天 也协同夫人参与这场 开放门户活动 李观音之后在致辞的时候表示 团败活动聚集了各族人民 这彰显了大马多元种族 和协共处的精神 也是新门政府多元的代表 而他也希望各族同胞可以团结一致 以便重振我国的经济 让我们一起坚持完结一致 直到马来西亚的经济能够更强大 能够更好 能够更豪荣 而且最重要 让所有人民能够分享 能够更豪荣 而且我们有信心 把马来西亚做得更好 把过期的希望 转变成盼望 把过期的结望 转变成希望 大家一定旷 大家一定旷旷旷旷�e 此外为了祝福各行各业 在新能一年里能够百花起放 越来越兴旷 林冠英在致辞的结尾 也带领在场所有人高喊三次 兴旷发 带动全场气氛掀起高潮 让我们一起来喊好不好 喊听音乐好不好 把我们今年做的生光 之后林冠英就邀请首相妈六夫妇 以及在座的各位贵宾一同捞声 祈求接下来一整年能够诸事好运 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举办几亥年新春大团拜的地点 也就是中总大厦 在24年前是由马六第一次担任首相的时候主持开幕 如今时隔那么多年 马六以第七任首相的身份再一次光临这一座建筑物 因此在入场的时候 马六也先参观龙雪中总的领航馆 并且亲民留恋意义非凡 这个建筑物是24年前首相来这里开幕的 今天24年以后他再次光临我们中总的大厦 对我们来讲意义当然是非常的重大 首相也非常开心 他同时也在我们这个历史馆里头 他也签了一个字 就是在这里头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我们希望以后能够更长地和首相交流 今年是新闻执政后迎来的第一个农历新年 今年的新春团拜门户开放活动也和以往不同 首次由财政部联合全国总商会共同举办 我想这个新年当然是新闻执政的第一个农历新年 我们当然希望说春节带来新的气象 让大家能够有就是说有一个有新气象 有新的想法 那其实今年这个团拜呢 也是就是不用怎么说不以政党的方式来做 而是以商会来做 我想这个可能也是算是一个新的做法了 我觉得一些都很新 我们第一次在做中央政府 第一次这个大团拜 我们有很多的这些 突然间我们的所有的同事都变部长了 或者是副部长 让我们觉得我认为呢 在新的一年里面真的要把经济搞好 我们农历新年很多都是讲功习怕财 最重要我们的经济要好 然后我也希望呢 能够每个大马人民能够健健康开开心心这样 而今天的几汉年新春大团拜 更聚集了各族人民 大约3000人参与 共庆新春佳节 RTM代进行采访报道 柔佛新山班兰医院的餐厅被爆出 有老鼠出没的事件 引起卫生部和州政府的高度关注 柔佛州卫生环境及农业委员会主席 沙如地也对此作出谴责 并且强调任何时事都必须时刻遵守卫生条例 以确保时刻的安全 沙如地表示 一般情况下医院拥有预防性维护计划 其中一项是害虫控制 被委任的公司会通过常规检查和灭属工作 而预防性维护计划 则会根据每天和每个月的固定频率 捕捉和消灭老鼠的繁殖地点 因此餐厅负责人必须要时刻保持餐厅的卫生 最近社交网站流传一张老鼠在新山班兰医院餐厅出现的照片 引起网友议论纷纷 随后柔州卫生局在过去的星期一下令 暂时关闭有关餐厅两个星期直到2月17号 以便彻底清理卫生 并在确保餐厅的卫生状况符合标准后 才允许重新营业 欧瑞国际的调查显示 我国在2018年依然属于国际游客 10个首选的旅游国家之一 适逢这几天农历新年长假 虽然游子都回乡过年去 但是首都吉隆坡依然可以看到许多游客 而这一点也足以证明 我国一直受到游客们的爱戴 这两天的农历新年假期 游子们纷纷回乡和家人过年 不过对游客来说 这也是到首都关关的最佳许客 这当然也包括了大量的外国旅客 他们受访时表示 第一次来到我国旅游 获得了很多非凡的经验 这些信息是最重要的 和平衡的旅游客 是很澄清的 It is I never seen it in other countries like 試試看 thing how do you see the food is good and the view is very beautiful from the high level and the people here we think is very nice so we think it's a good place to stay and to travel 除此之外 我国的和平也成为了外国人找工作的地方 他们认为我国非常安全 人民的亲切感也让他们感觉像在自己的国家一样 我和平也成为了外国人找工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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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场新春布置系列报道第一篇 我们先到槟城北海 看看双微嘉年华广场 以福建籍贯作为新年主题的布置 广场内还搭建了一座中国福州 三方七项的老房子 充满福建的峰会 下来为水本台记者戴靖航走一趟 众所皆知 槟城以福建人居多 所以在这里你也能够发现 这里的购物广场 也采用了福建籍贯来作为新年复制的主题 走进槟城北海 师傅朗在野的双微嘉年华广场 就可以看得到 今年的新春布置 是以福建籍贯为主题 眼前看到的这一座 看似普通又传统的老房子 其实就是三方七项的建筑物 三方七项 位于中国福建省福州市的老城区 是中国国家5A级旅游景区 而且这一个地方 也被称为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阶 所以为了增添福建元素 商场决定搭建来自福建省的老房子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座模拟建筑物 和三方七项的老房子一样 都是采用穿斗式木构架来建造 但基于安全着想 商场还是有使用一些钉子或螺丝 以此安全 这次的布置 布置应该来自三方七项 所以你看到我们这里的 是福建的文化 对于商场 引用三方七项的老房子 为布置的主要概念 让整个新年布置更显得古色古香 许多民众都大赞不已 就连有族同胞也赞不绝口 拿起手机拍照打卡 为了让民众对福建节观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民众还可以在这里的福建化学堂学习福建化 或是在特定时间观赏福建墨 也都是福建的特色 不但如此 如果您对福建人拜天宫 大过年这一个传统习俗不了解的话 那么张贴在三方七项老房子墙壁上的这一个巨型海报 还可以让您从中了解一二 对福建人而言 天宫淡大过年 所以在这里 你也能够看得到有关拜天宫的讲解和历史由来 也让更多人 尤其是各组同胞 也能够了解这一个习俗 我们目的是说 把这些文化的东西 福建人的文化的东西传承下去 就是说 目的是说传承一代又一代这样子 是保留着我们福建人的文化 就是拜天宫之类的东西 好像比如这边也有 我们都有展示出来 这些怎么样拜提供 就是希望说下一辈的人 他们会看到 然后会跟着我们全辈的人 这样子这样慢慢把文化这样传下去 其实我们拜 把这些有印那些英文 那些剪帖给他们看 我们希望把给有助的朋友 他们会了解到我们福建人的文化 这些拜提供之类的东西 我们槟城人就尤其是在初霸晚上等到拜天宫的时候是特别热闹 大家都筹备起来 然后家家户户都会准备 然后就是祭拜这个提供的仪式 然后都是放鞭炮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福建人啊 过年就是初九拜提供 就是大过年就对了 虽然拜天宫是福建人的传统文化 但是住在宾桌的其他籍贯华人 同样也有拜天宫的习俗 只是相比福建人 其他籍贯人士的拜祭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区别的 就初八晚上会很热闹 然后每一个人都 十二点之前都会摆设那些新年的那种拜天宫的那种 我们操作人 但是我们有祭拜的 对于双微嘉宁华黄场如此有心思 在大厅搭建了也做三方七项老房子 不仅能够让那些没有亲身去过中国福建的人 可以欣赏明清时期古建筑的美 而且现场展示的各种 从福建籍贯息息相关的东西 如天宫诞的讲解 布袋戏偶展览 黏土创作昂姑龟红龟糕 甚至安排一系列的精彩活动 也结合了历史与文化 以宣扬和传承中华文化 RTM代进行专题报道 华人农历新年 当然要穿华人的传统服装 女性离不开的就是旗袍 但是登加楼一名67岁的土生华人妇女 在这个农历新年就与众不同 选择穿上马来人的传统服装 巴迪和卡巴亚来过新年 使得他们一家度过不一样的农历新年 由于她的生活方式 比较偏向马来人的生活方式 因此现年67岁的李肉钻 常被称呼为美蒜 居住在登加楼日地的这名土生华人妇女 从小就已经和当地不同种族的居民融合相处 并了解当地人的价值观 日子不三、费野尔风 里有 aqui的 例如荷尔风 竟是从小就搞在这里 干部 这�서词 水 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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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在农历新年到来时 牛肉专的住家就来自当地不同种族的友人前来拜年 而他也会向马来餐厅订购食物 以便让所有各族群友人都可以放心地吃 牛肉专同写是当地多个剧院组织的委员会会员 特朗普与金正恩的第二次恢复将在本月27号到28号在越南举行 华为被指偷窃美国科技 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华为的实验室 下一节新闻聚焦国际请别走开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新年快乐 这里是人家龙幸福村 现在我们在东产市 今年的灯会特别的欢喜 因为大师给我们一句华语叫做猪士吉祥 各位可以看到我背后的三只猪 这三只猪是代表着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大家一起来行山好 家庭更美好 社会更美好 国家更美好 当然世界更美好 哇 人家那么够好料 走啊 婆婆 我们走了 先别走 先试试婆婆做的 咸蛋黄梨饼 哇 不要再吃了 等一下 恭喜花财 愿意来人人来人 离红终成仙 花辣 八八八按摩一 转啊 转啊 继续了 再见 玩得开心吗 你们真的要走啊 虽然大家疯疯癫癫癫的 可是就很开心啊 其实为什么我们要急着走呢 是咯 婆婆 我们决定留下来 好啊 好啊 给你要退钱 先别猜哦 婆婆 我们都知道 你想要大一家留下来 新年最重要的就是一家人 一直过新年 哇 欢迎回来看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的第二次会晤 将在本月27号到28号 在越南举行 特朗普强调 这是为了维护朝鲜半岛和平 持续付出的努力 同时他也说 目前自己和金正恩的关系 非常良好 特朗普当地时间星期二 在国会发表国情资委演讲时 宣布了这个消息 他还表示 被朝鲜绑架的美国人 至于金归环 朝鲜停止进行核试报 最近15个月里 朝鲜没有试射导弹 他还认为 如果他没有当选总统 现在两国有可能打仗 特朗普并没有提及 具体在越南哪个城市 举行第二次会晤 据了解 美国基于安全和警户工作起见 更愿意在县港举行会谈 朝鲜则更希望 在朝鲜驻越南大使馆的 所在地和内进行 与此同时 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国务院 对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比根 星期三上午从金基到乌山美军基地 乘坐军机飞往朝鲜平壤 比根这一趟行程 将和朝鲜前驻西班牙大使金赫哲见面 比根这一趟行程 将和朝鲜前驻西班牙大使金赫哲见面 只有第二次朝美首脑会谈展开磋商 俄罗斯媒体报道 为了应对美国退出中程核飞弹条约的计划 俄罗斯将在2021年之前 研发新型飞弹 在美国指控俄罗斯违反冷战时期 签署的中程核飞弹条约规定 并宣布打算退出这项条约后 俄罗斯总统普听表示 俄罗斯已经终止这项条约 因此普听表示 俄罗斯将研发新型飞弹作为回应 同时俄罗斯新闻社也引述国防部长 萧伊古的谈话报道 为了对抗美国 俄罗斯必须在2021年之前 研发新型陆基巡割飞弹和新型陆基高超音速飞弹 而萧伊古已经下令军方着手研发 两款新型飞弹系统 并确保在2021年以前完成这项工作 中国手机巨头公司华为 近年来屡屡在美国碰壁 继首席财部官孟晚舟的案件后 美国一家研发公司指控华为 涉及偷窃该公司的科技 而这次的主角是 这两块可以制作手机屏幕的钻石玻璃 彭博商业周刊报道 一家钻石玻璃研发公司 Ackham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投报 指华为曾经在2016年向他们表示 有兴趣了解钻石玻璃技术 随后两家公司签署保密协议 并在去年三月底向华为借出两块样本 在60天期限内搅环 不过在期限之后 华为不但没有搅环 还不回复该公司 直到两个月后 才首次透露还在对玻璃做出标准测试 逾期了五个月后 该公司才从华为手上取回样本 不过他们发现 样本不仅有刮痕 还碎裂成两半 其中三个碎片已经不翼而飞 因此该公司怀疑 华为有意窃取他们的科技 因此向FBI投报 经过FBI调查后 发现玻璃曾经被使用高达100千瓦的镭射射击 这样的镭射足以被用来当作武器 另外 该公司的执行员在上个月和华为代表 在拉斯维加斯举行消费电子展会面 成功录音到华为代表 承认将有关玻璃寄到中国 这已经违法合约和美国出口法令 上个月28号 在美国提出引渡孟晚舟当天 FBI就针对钻石玻璃的调查 突击位于圣地亚哥的华为实验室 以便进一步调查 魔术师刘谦 在春晚的模糊表演 被网民揭发有助手替他 偷龙转动 林志玲在春晚表演水上芭蕾 被爆料使用替身 经纪人回应说 百分之九十的表演都是林志玲亲自完成 详情稍后继续请别走开 首先向各位观众朋友拜年 恭喜恭喜新年快乐 祝福大家在诸年吉祥 心想事成 大家一同欢欢喜喜迎诸年 幸幸福福 庆团圆 共祝我的家人 亲戚 朋友 以及前马来西亚人民 新年快乐 心想事成 恭喜发财 的同欢喜 ruler mateix 这本《大耳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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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贵 垦当早 中国央视在楚西夜播出的春晚节目吸引全球许多人收看 不过著名的魔术师刘谦的魔术表演环节却引起了小波兰 在节目播出之后就有网民上载一段视频指刘谦的魔术表演 其实是有助手趁着摄影师移开镜头之后偷偷把茶壶换掉 回到大年除夕夜的春晚节目片段 刘谦在表演中的魔术可以凭空倒出任何饮品 随后他走到台下询问一名观众要喝什么 在观众回答要豆奶后刘谦真的把豆奶倒出来 不过很快的有网友发布一段只有几秒的视频 显示有一名助手躲在摄影师身旁 趁着摄影师移开摄影机后迅速换走刘谦手上的壶 而坐在前排的观众似乎没有发现换壶的动作 视频发出后就引起网民议论纷纷 有的质疑视频的真假 也有人质疑部分观众可能都是配合表演的演员 同样在春晚引起争议的是现年44岁的台湾著名艺人林志玲 在央视春晚表演水上芭蕾节目绽放 被替身爆料指林志玲在排练最后一天才出现 并表示自己很荣幸可以成为林志玲的替身 贴文发布后引起热议褒贬不一 随后林志玲的经纪人回应指出 春晚的表演有90%都是林志玲亲自完成 只有部分跳水的高难度动作是基于导演组的安全考量后 决定安排专业选手来完成 至于排练方面 经纪人表示林志玲已经参与节目录制长达6天 他还为这场表演在春晚前三个星期加紧训练 强调他本身就很好强 能做的都做了 不少网友指出 该名替身的贴文自相矛盾 在称赞林志玲敬业 却又强调他最后一天才来 一些网友也认为 这种表演会使用替身一点都不稀奇 不过有关贴文后来已经遭到删除 新闻的尾声一起来看看今天早上 几亥年新春大团败的热闹场面 我是刘振业 感谢您收看这节怀新闻 祝大家新年进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